另外这名男子则是确诊后违反了隔离规定 还喝酒骑车外出被袁警拦了下来 发现他的酒测值来到了0.31 他也大方坦诚他自己违规 还说是因为他的酒喝完了 加上时间很晚没有人帮他买酒 才会提前21小时就溜出门 最后袁警除了依照公共危险罪将他送办 违反隔离的状况也会含送卫生局裁罚 上个路口没打方向灯 男子被袁警拦了下来 他说没有喝酒 但警方闻了闻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 男子酒驾上路被抓包 但他疑似喝茫了 竟然跟袁警自爆 自己是确诊者违规外出 像警方坦白还有远警 看是要开酒驾还是要送交卫生局裁罚 他都OK 但违反的规定每一项都不能 从宽认定 北市市民张姓男子日前确诊 按照规定19号凌晨才能解除隔离 但他酒不够喝又没有人帮忙买 就提前21个小时酒驾外出想捕获 结果被警方抓到旧测值0.31 违反居隔部分也送交卫生局裁罚 拨打防疫专线确认后 得知蟑螂隔日才能解除隔离 贪图方便将列管手机放置于家中 回避电子为例 趁机外出买酒引用 居隔投流最离谱 遗害的执行远警一度处在风险之州 好在最后快筛都是阴性 一场虚惊 记者先上点柄州台北报道